来源,国际观察时间,2018年8月9日,针对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出现的外交问题。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地时间8日在蒙特利尔首度作出回应,他为加拿大救人权问题、批评沙特之具进行辩护的同时也透露,加方仍与沙特保持沟通,特鲁多形容两国间近日骤然升温的争端为外交上的一件分歧,但他强调,加拿大将继续坚持,其在人权问题上的价值观。 加拿大官方背景的社交平台账号、加拿大外交政策,日前发布铁文,对沙特新一轮逮捕女权人士表示严重关切,并敦促沙特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士。 沙特于6日作出强烈回应,指责加拿大粗暴干涉其内政,并宣布驱逐加拿大驻沙特大使,同时召回沙特驻家大使。 特鲁多表示,加拿大继续与沙特保持外交和政治接触,但加方仍会在私下或公开场合,对人权问题明确表态。 特鲁多也表示,不希望两国关系变糟。 他说,沙特是一个在全球颇具重要性的国家,并且正在人权方面取得进步。 但他同时说,加拿大仍会指出在哪儿及其他地方存在的挑战。 特鲁多证实,加拿大外长弗里兰,7日与沙特外长进行了沟通。 加美引述政府消息说,加邦也在谋求欧洲集中东国家居间协调,帮助解决僵局。 但美国白宫方面7日在回应此事实并未对加拿大给予明确支持,只说双方需要用外交手段化解争端。 加拿大前外长贝尔德等外交界人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,加方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表外交声明的做法是不好的方式。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,即早前宣布冻结与加拿大所有新的商业、投资项目以及教育交流等之后,沙特方面又对加拿大小麦和大麦发出进口机令,并要求领取政府奖学金的沙特留学生尽快离开加拿大,要求通过医疗合作项目附加治疗的患者也转往他国。 沙特央行已要求海外资产管理机构抛售加拿大债券和其他资产,沙特航空则已宣布将从下周起取消支飞加拿大的航线。 沙特外长朱拜尔8日对媒体表示,除非加方收回此前言论,否则沙特不会与之和解。 他并称,沙特仍在考虑针对加拿大采取进一步措施,但加美普遍认为,加拿大与沙特双边贸易量均占比不高,沙特对加拿大的经济制裁影响有限,加拿大和沙特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每年约40亿加元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